目前是A組的第一輪 A組的第一場對手是PORT打仗Major 目前Major比數1比0領先 是個TPT的內戰 我們來射一下射電 1分 PORT3 好 報價點回合在地圖11點鐘方向的藍色的那位 玩家是來自CNSTONE戰隊的PORT 對他的對手是 紅色人類玩家是來自ROT戰隊的Major ROT ROTGAMING 我這邊也可以看到他的戰術上有TTSPORT還有Twitch 喔Twitch贊助他們有點屌 還有那個 這是ROTGAMING的那個圖案 所以他們主要是TT贊助 這是他們的圖 ROT 這是什麼 這看起來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 木頭版的摩人樸 小樸 小樸木頭版 有沒有覺得 有點像 好 那我這邊這個是CNSTONE的那個圖案喔 其實之前力爭阿 他之前 有給那個CNSTONE簽一年了 之前 欸力爭那時候我覺得他做一件事情我覺得蠻屌的 嗯就是 那時候我們去 那時候我們去 好像是BelizCon吧 應該是BelizCon那一天吧 然後地震他在展場的時候都是穿著CNSTONE的外套 我覺得他真的是不錯 就是那表示就是 他也就是 你知道嗎就是 有幫CNSTONE打到宣傳的那個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做這件事是蠻屌的 對 很熱欸 好這邊 換Port Port正常打 兵銀放下去又直接蓋下瓦斯 那這邊 Major的瓦斯 已經在踩喔 所以Major這場一樣也是樹瓦 有可能還是一樣會打一個 樹形女傲 因為我覺得他人類打人類樹形女傲 真的是一個 蠻全面的打法 他會怕的打法 像是 我覺得他會怕的打法 都是那種比較 對方他打那種比較偏激一點 就像是那種樹 就是 出個圍巾啊 出個 鍍鴉 就像 其實像Port剛剛那個打法是可以的 但是 Port剛剛就是 沒有守住他的二塊 那這張圖沒有辦法 像剛剛那張圖一樣 有那種 很七八點會可以打 所以說 如果說是同樣的開局的話 這一場 Port應該是可以 取得很大的優勢 那Port的工兵 剛剛應該也有偵查到 喔這次有封門 但是他剛過來的時候 欸這樣看起來是已經 兵已經好了 所以說看不出來 到底是不是樹瓦 這是看不出來的 好 那這邊major是樹瓦 而且很像蓋架第二個瓦斯 在三分四十秒的時候 蓋架自己的第二個瓦斯 那這就是樹影型女腰的開局 那Port一樣這邊才沒有開瓦了 那 二況自己放下來 然後這邊等等應該 幹一個軍工廠 欸大哥 喔沒有錢 是他沒有錢 等等應該開一個 這個要蓋一個軍工廠 一樣是一個 反應爐 開礦以後 反應爐 那這樣Port這個打法就是 比較像是打 蟲竹那種開局 只是他一開始是不出 不出死神 就是直接 出兩隻槍兵 他直接用兵營出兩隻槍兵 那原本的話是出一隻死神 那打蟲竹是出一隻死神 那他打人類就出兩隻槍兵 出完以後再蓋 開二況 開完以後 掛反應爐 然後再蓋軍工廠 這是Port的流程 他兩場我打了一模一樣 那major這邊也是一樣 他這邊 他是先樹瓦 樹瓦之後 然後 哇 這邊有個細節 因為這隻礦爐如果踩了 走不回去 那你那三十塊就浪費掉 所以他就直接把他拉過來 這旁邊 就不會多浪費那三十塊的金礦 好 那major這邊流程是 他是樹瓦斯 然後直接就是 VF放了以後 再三分四十秒的時候 蓋下自己的第二器 那這樣的話 他的 那個飛機場就可以很快的 呃 這樣子他的飛機場 做了隱形旅行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蓋自己的那個 升級隱形 然後並且蓋下自己的那個白路 就是他這個流程也是 完全就是 就是 都一模一樣 跟上海一模一樣 那如果你們想要學 像他這種樹瓦斯 記得我剛剛講的那個流程 三分四十秒 蓋下自己的二器 那這樣的話 你在那時候 準時滿彩 一毫都準時滿彩 你就可以 女腰 然後隱形女腰的升級科技 跟那個 VF可以直接掛一個白路 這三個 全部蓋完的瓦斯 剛好會花完 就是完全是計算過的 好 那這邊一個掃描 看到了 隱形女腰的科技 而且應該這個掃描 結束之前可以看到 女腰飛出來 好 女腰飛出來了 那直接蓋下自己的二碰 好一模一樣喔 那這邊應該一樣 喔這邊 有沒有出圍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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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一場 這一場是沒有出圍巾喔 直接就出了一個度壓 而且現在發現了對方隱形女腰的時候 馬上再蓋一個那個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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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烤椒的香檳 一隻烤椒的香檳 女藥切進來喔 那 十萬幫都是有惡礦的 不過 這邊其實鬧得蠻多的欸 鬧得蠻多東西 已經死了 喔四隻農 五隻農 六隻農 七隻農 六隻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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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隻農 哇還在殺 女藥非常凶狠 沒有圍巾的話 對這個完全沒有辦法起床 又再殺了一次 喔這剛進了那個 然後再來打一次 就 總共殺八隻農民 非常賺喔 而且自己的惡礦也開出來了 工兵數量現在是差不多的 欸那這樣的話其實還好 差別在那個 major這邊有把那個 Port的槍兵也殺掉一些 所以你看 雙方的兵力 Port只有 五隻槍兵 那major這邊已經十三隻槍兵了 這就是剛剛女藥賺到的那個成果 好這樣女藥 這邊一樣 一樣 女藥做完以後做一個度壓之後 帶著坦克就直接要來前壓正面了 那這樣的話 Port的正面應該是馬上坦克就要出來 應該是 要守住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邊 major是要從後面來 有可能 major有可能會直接投上去喔 投到這個阻礦這邊 是有可能的 投到這邊如果 槍兵投上去以後 對坦克再投上去架起來 那這樣的話這個地方就被站住 就很危險喔 這地方搞不好會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說全部的兵都可以投上去 這樣會是一個關鍵點 好直接過來了 那沒有要打這邊 Port沒有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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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邊要上去了 直接投了 哇那這Port即時把他坦克架了 往上走的話 好像是有點 來不及 槍兵直接投了 家裡 喔這邊有一個火車在哪 但是火車好像 欸殺了 喔殺了九隻腦啊 剛剛火車竟然殺了九隻腦 但是這邊正面守不住了 正面直接被站起來 被站到這個地方 而且還有那個 炮台在上面 有自動炮台在上面 兩台坦克在炸 主角已經崩踩了 主角已經崩踩了 而且 Major這邊是有空中 喔沒有沒有空中 空中的優勢可能 等等就會被搶過來了 殺 關鍵在這個圍巾 能不能把那個 Major的視野 清掉就像這樣 對殺現在視野 Major現在是沒視野的 是看不到對方 然後往後拉了一下 那這樣的話 對方坦克就要再往前走一點 然後再可以站到對方坦克 Port Port這個坦克可惜了 喔 先射到一炮 好那 那現在Port一個沒辦法踩炮 沒辦法踩炮 沒辦法踩炮 主況被干擾 那雙方工兵數量的話 Port是比較多一點 因為剛剛他的火車有燒 燒點東西回來 好這邊解決掉了 還可以 解決掉了 喔 Port的正面 Port解決掉了Major在他家的兵喔 那這樣Major工兵數量是落後的 Major領先四農民 四農民 呃 可是Major這邊是沒有升工坊 Port這邊是有升工坊 是有升工坊 是有升工坊 欸媽 好像沒有升工坊欸 欸沒有升工坊啊 那這樣差不多 但是Major現在是有空中 空中優勢的 空優 欸那個Port是有空優的 這個人有卡有點久 欸 欸 這卡有點久啊 欸這 喔 蓋了蓋了蓋了 這卡有點久 好三礦影 三基地也放了 那Major這邊是沒有三基地的 那現在 開始要追 工坊 又來一波又來一波 但是沒有空軍 沒有空軍視野啊 我覺得 我覺得Major這一波打過去 應該是 轉不到 轉不太到什麼 因為他沒有空軍視野 他的坦克是沒有辦法 一步一步往前逼的 他必須要 用正面 槍兵這樣 打成 跟神經兵一樣 然後去 把扇兵那個槍兵散開 然後坦克直接在那邊 點對方坦克 要這樣打硬上 這樣的話是很容易虧的 分了一隻槍兵過來 看一下 Port也是分兵喔 要去抓一下那個Major的阻力 但是阿薩完全不知道Major是他在這裡啊 阿薩他過去 走了出去 但是沒有發現到 Major的部隊 沒有看到Major的部隊 沙巴兵力戰了整張組 但是Major就在這裡啊 Port完全沒有感覺 直接 Port不知道 好 直接 一隻槍兵 被炸 哇這手 這手滑 地板有點滑 這個手 來 Major 欸 Major直接空頭了 直接空頭的話 這個 頭的位置非常的刁鑽 你看啦 喔 波特這很危險 這個 剛剛波特把兵力散出去 偵查就沒有看到對方的阻力喔 那這一波 要硬化的話 波特會送出 會送出很大代價 所有槍的工兵都A上去了 工兵死了很快 喔 波特這波有點虧阿 剛剛那一波工兵上去 被槍兵殺的超多人 他為了要爭取他坦克架起來的時間喔 犧牲了自己的農民 波特這波被打的真的是很虧 好 三隻槍過來 好 現在我們看到工兵數量已經差12了 波特雖然說自己有三礦 不過被鬧的真的是 蠻慘 欸 這邊 這邊是一個 ACP不知道去哪 欸 剛可 被這兩隻槍兵給槍斃了 沒有看到在這ACP ACP不知道怎麼死 好 雙方能夠來到102比88 差了14了 喔 這邊POT還是有在尋 很早就放下這些感應塔 因為 POT POT兩場的感應塔都很少 二礦好了 就直接放了感應塔 這邊這樣傳兵 4傳兵 4傳兵 喔如果說這個再投到一次 這正面就不是 鬧著玩了 喔但是有機會抓到喔 有機會抓到 欸欸欸 欸 怎麼走壞了 哇 剛剛如果說往上走 是有機會抓到的 好 4傳兵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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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這個礦 應該是要直接投主礦了 POT這有點來不及回方 POT POT打針 有點來不及回方 又同一個位置 又來了同一個位置 坦克夾起來 坦克 坦克夾起來了 好 已經過來了 我已經要被點了 哇 POT又被站到這個礦後 這個位置非常的 棘手啊 POT所有的兵都往回走了 要回去救這個地方 喔有坦克 傷 損傷很嚴重 這坦克沒有辦法 拿到坦克沒辦法 欸這下面 哇 拿著坦克真的沒辦法 然後這邊又 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雙線 Major一個雙線 終於解掉了 加一坦克 但是他自己的三框也被斷掉了 三框飛走了 又直接一破空頭 要投主礦了 投主礦了 但是主礦已經被清掉了 所以來不及了 雖然Major三框又好好的在營運中 那 POT三框一直開不出來 雙方經濟越差越大 那已經來到四神口差距 其實POT POT加裡 POT加裡應該要想辦法防一下喔 可是他就算剛剛有一個防空塔在那邊也沒用 有一個防空塔在那邊也沒用 而且他如果說分了那個坦克在家裡的話 變成他正面反而守不住 嗯 有點難打 是他三框 是他三框也飛了 這邊要嘗試用兩船空頭 哈囉 哈囉 你好嗎 雙方交會在 同時 就是 搖擺了一下喔 那 POT應該是有看到 POT這是 沒看到嗎 這 這 這POT沒有看到這兩船嗎 這太扯了 哇賽 POT剛剛 一來一停在左邊 居然沒有看到這兩船 哇 這我真的 這真的 Major都有看到 Major剛剛那兩船是有看到 但是POT是沒看到這兩船喔 這有點太誇張了 喔 POT居然沒有注意到小地圖 好 那這邊有兩台坦克在炸 因為 那個POT是有建築物的視野 所以他是看得到對方坦克 那剛剛Major第一時間 沒有把他的那個 藥體往前飛 所以說他沒有注意到 對方坦克在那邊射他 好 那這邊守住了 但是也是一樣造成了 家裡的被干擾到 那這邊有坦克在他 牆壁乾絲守住這一波 好 POT POT POT殺 哇 正面直接投了三船 出兵點啊 出兵點在呢 POTGG 好 我們恭喜Major以2比0擊敗了 POT 哇 POT這個 剛剛左下角 居然沒有注意到 那個 那他們兩個 兩個1-2-0交位的時間還蠻久 可是他居然沒有看到 我覺得這有點 不應該啊 然後這場 這場一樣 跟上場一樣 就是Major他的第一波進攻 就是站到了很好的進攻位置 然後變成就是POT從來 兩場都是一樣 就是被Major第一波空頭 然後打亂節奏 然後後面就變成是 一直都是Major在進攻 然後POT只能被動防守 然後用好幾次的那種 POT 那個Major他好幾次的那種 大規模空頭 投到那個主框後面啊 那 POT為了要救那些兵 他變成他的坦克不是架子在打 他是坦克是平推 加上那個槍拼一起圍上去打 所以變成說 那個Major他就可以 以很少量的兵 換到你很多兵 那慢慢的自己的 傷況又沒有被干擾 然後經濟又是下 就慢慢的POT 越來越難打 不過我還是覺得 剛剛那個 左邊的那個空頭 我沒有注意到真的是有點 有點不應該喔